今天第六度体讯彭震生以及猪牙虎 另外传唤一名被告 也就是先前以500万元交保的 北市都发局前局长黄锦茂 要来厘清金流 预估下午会传唤多名证人 道案说明 球车一到人直接跳下车 色锅队北检已经很熟悉了 他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也是他六度因为金华城案被提讯 另外走在最后面穿白色短T短裤的 则是顶月开发公司前董事长朱雅虎 这也是他上次抗告失败后首度被提讯 他日前被指控为了推动金华城改建 接受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的指示 以捐政治现金为由要求 包括他在内的七名员工 每人捐三十万政治现金给民众党 总共两百一十万 这部分朱雅虎向监方坦承部分行贿 没想到还是躲不过积押命运 因为这两百一十万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当初顶月案规定给金华城五亿元分润 由董事长朱雅虎分配给有工人士 另外审刑经编列的四点三亿公关费 其中的四千七百万去了应小微的五个协会 那剩下约三点八亿加上当初的五亿分润 朱雅虎通通都有经手 这些钱去了哪里也将是检方侦查重点 除此之外检方上午也传唤 由证人转列被告以五百万元交保的北市都发局 前局长黄锦帽 当初他复训后就公称 柯文哲收到金华城的陈琴信 后两天就交办给都发局 如今再被传唤 是否会抖出新市政外界都很关注 接着总统报道 民众党最近动作频频为柯文哲四处喊冤 遭到党内平权的立委黄珊珊 九号代表民众党接待欧洲智库访问团时 跟外宾控诉执政党利用媒体网军 对特定的司法案件进行社会公审 这个动作马上被质疑说 你再告洋壮 你要丢脸丢到国外去吗 民众党10号西门丁活动 号召民众要捍卫口中的司法正义 但立委黄珊珊一上台 一名女子忍不了了 质疑黄珊珊明明停权 为什么还能代表民众党说话 女子情绪激动 还差点跟旁边小草吵了起来 这几天我接待了非常多的国外的外宾 其实很多人也都在询问 台湾的争执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要告诉世界 台湾需要司法正义对不对 一心停权的黄珊珊 不只现身演讲助阵 还代表民众党接待欧洲智库访团 席间黄珊珊更趁机向访团控诉 台湾执政党透过媒体网军 对特定司法案件进行社会公审 不只发表单方面看法 更将台湾政治丑事放到国际版面 事实讲出来也没有什么 告扬状不告扬状的问题 台湾很多部分特定的媒体 几乎是媒体来做资设刑堂 这个课文形容成贪污拿钱最大恶极 NCC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已经睡死了 国民党跟着附和抓准机会打做文章 痛批执政党干预司法 目前的媒体本身 大概会首先来跳起来反对 这样的说辞 台湾在内部的新闻自由度上 在世界上是绵列前茅 它能够表达这样的观点表示什么 我们台湾的媒体环境是自由的 民众党告洋状打算将台湾政治丑事 放到国际公審 就怕最终反而丢脸丢到国外去 记者中文报道